我們回到主菜,為何中國A股是你的投資首選 由基本因素來看,其實是看GDP,無論你做任何投資 即使用什麼工具都好,首先看基本面 第二就是看國際政治氣候和經濟,看看是否對那個板塊或國家有利 首先看基本面,GDP,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 預期有6.7% 在全球大國家來說是最高的 譬如說美國預期2018年GDP只有2.7% 全球平均是3.9% 而中國是6.7% 歐元區只有2.1% 日本是1.4% 英國只有1.5% 還有香港也有3.3% 你投資的時候最重要是選擇一些增長 或者國內生產總值是比較高的國家 整體的經濟才會代表向上 另外就是人民幣的匯率 譬如你投資歐洲,你也要留意一下歐洲匯率 你投資中國,一定要留意人民幣匯率 其實最近這兩年,人民幣匯率已經開始穩定了 另外就是這個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採購經理人指數其實是代表 每一個國家不同行業的經理 他對未來的看法是怎樣 如果他覺得未來經濟是好的 他下的訂單會比較多 如果他覺得未來經濟差的話 他下的訂單會比較少 採購經理就分別來自不同行業的 譬如說生產、貨品、運輸等等 消費都有的 所以其實通常我們都會看回 有時候大家都可能聽新聞都說 PMI現在超過50 因為50是一個基準 通常超過50代表行業是擴張的階段 未來的前景看好的 如果小過50代表行業正在收縮 可能接下來那個行業的股票 都會負面發展 另外有一個叫李克強指數 這個比較少大眾的朋友知道 其實這個是2007年的時候 李克強他做遼寧省的書記的時候 他跟美國駐華大使館見面的時候提及 中國的數據 中國的GDP 其實都是很多水分 他連年都說補8 又真的被他補到8 現在就不好了 現在6.5 但是因為李克強當時也是省長 他真的要知道 國內每一個省份發生的什麼事 究竟哪個省的經濟跨得快些 哪個省就弱些 弱那些他有扶下去 勁的那些他就坐下去 所以他就用三個指標 來看國內自己的經濟是怎樣 第一就是全省的鐵路運貨量 因為不能騙的 因為貨品都是靠鐵路為主 在國內運輸 因為那時候沒有那些無人駕駛飛機 將來不知道 但是過去一定是用鐵路 那如果你由蘇州運輸鐵去另一個地方 那你真的有那些貨量 你才會預訂這麼多貨車去送 或者鐵路去送 那第二就是電量 那用電量 如果一個城市用電量高的話 代表他那個經濟應該都不差 第三就是銀行已經放的貸款量 那你一強就是用這三個指標 來衡量經濟是不是真的往上走 那麼我們看看過去的十年 例如看看最近的這一段 最近這一段 看看其實從2016年開始 那個經濟 李克強指數已經在上升 對了 那另外第三個因素 為什麼投資中國呢 最主要是因為中國現在的經濟 已經由投資驅動變成消費驅動 即是內需 中產的人數是過百萬 即是過百萬的人 所以他們本身因為工資高了 所以吃東西又要吃好些 住又要住好些 這樣令到內地的內需 是不斷增大了很多 所以接下來的經濟都會非常看好 另外就是一些國際政治和經濟的政策 如何影響到中國的市場 首先就是A股入魔 6月1日就正式生效了 那麼這件 入魔這件事其實都糾纏了幾年才是拍板 但是如果真的入了之後 其實是對A股來說 就是多了一個很大的水喉 這個水喉就是來自外國的一些機構投資者 譬如法國的退休金 英國的退休金 他們會放某一個比例的股票 進去A股 因為未納入之前 是完全不會考慮A股的 納入之後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6月、第二個是9月 現在就把原本說 MSCI被納入的A股數目 由222隻擴展到234隻 預計如果全面納入的話 其實流通量會非常驚人 也會促使A股市場上漲 另外,MSCI中國指數 它初步納入我們估計 就有212億的美金 包括主動管理營的基金 以及被動管理營的基金 去流入的 主動管理營的基金 例如你們經常乘地鐵 或者看報紙經常說 什麼什麼基金公司 然後什麼什麼地區 然後什麼基金 那些就是主動管理營的基金 而被動營的資金 最主要是一些ETF 即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他們本身追求指數來買東西 例如指數裡面有200多隻 他們就一定要在裡面加 如果全面納入 中國在新興市場的權重 將會在現在的26% 就升到40% 預計未來5至10年 大概有4千億的美金流入 所以這個消息一公佈 即是去年6月的時候 MSCI公佈納入A股的時候 護深港通北向 即是由香港樓去內地買A股的資金 都慢慢地上升 看回最近這幾個月 北上資金對MSCI下面的股票 持有度、關注度其實都升了 升到80% 差不多90% 另外呢 北上資金 裡面的MSCI股票持倉比率 也升到83.5% 而參考其他新興市場國家 他們被納入MSCI這個指數之後 過去一年通常都會升 新興市場的國家 例如台灣、韓國、印度 在過去30年都加入了MSCI 如果由上漲和下跌的概率來看 渣年間這些地區 半年裡面 上漲的概率 即是機會率 大概是77% 一年內上漲的機會 都有70% 而上升的幅度來說 平均來說 這麼多國家 半年內升了8% 一年之後平均升了27% 譬如韓國 九二年納入的時候 升了8% 而最大的升幅就是台灣 九六年納入之後都升了51% 好了 講到這裡 可能大家都會問 是否真的會有錢 有大量資金流入A股呢 是真的 譬如說 為何會見到是真的 因為這些 剛才說的那些 那些基金 那些退休金 他們呢 因為要買入A股 現在買A股 唯一的渠道就是互聯互通 即是深港通 互港通 那樣 之前的額度 如果北向的話 是130億的 因為他們的基金經理是怕 不夠額給我買 所以跟政府反映 於是不用兩個星期 政府就演拍板就說 好,我擴大4倍 當然有分析指示 就說可能要擴大10倍才夠的 那中國從來都是 循序漸進的 先擴大4倍給你 那我們接下來 很快就6月了 可以看看 其實看看這4倍 夠不夠了 那因為本身 現在互聯互通 的額度是計證買入的 如果額度用完了 新的買本是會被拒絕的 所以因為很多不同的基金公司 都可以跟政府反映 所以就可以這麼快 就擴大了 額度 那這些基金公司 反映得的話 其實代表他們真的 有心去買A股 那另外一件 國際大事 就未必大家 那麼留意到的 就是前一陣 博物論壇 都說了 互聯通 這件事 那互聯通 其實就是上海 和倫敦市場 股票市場 互聯互通 這個機制 那其實這個是放寬 中國金融業 是准許外資 買入 即是直接下去投資的 一個新措施 那在互聯通之前 就有 胡廣通 和深港通 那 胡廣通和深港通 每日都有數十億的美金 去流入 而這個 互聯通 其實就是 食住 倫敦 倫敦 一些 和歐洲的一些 客戶的錢 那 就和這個 和這個 深港通 和港股通 現在的客戶的錢 就有少許分別 因為倫敦 是這個 是歐洲的金融市場 那 如果上海和倫敦 都互通的話 那歐洲的客戶 就可以直接 透過倫敦的交易市場 去買上海的股票 那現在 暫時是說 歐洲的客戶 都是要來香港 才做到這件事 而中國 和英方 其實都開了會 是有非常強烈的意願 去推動胡亣通 預計就說 12月之前 就可以搞得通 那變成 另外一個水口 去流去中國A股 第三件事 就是非常利好中國A股 就是 習近平 他在博物論壇 都說 中國會加大對外開放措施 那有四大方面 第一就是 放寬了銀行 證券、保險、行業 這些外資的持股比例 因為再之前 是不讓外資進入 那慢慢開始就 可能外資只可以 持有保險公司的10% 現在就會加快這個進度 令到越來越多外資 去內地設設公司 以及將外國一些先進的做法 都帶回內地 另外就是 知識產權保護 最主要是因為 兩三個月前 美國經常用一個 301條例 就說中國的知識產權很差 打壓它 所以習主席都說 我們現在重新建立 國家的知識產權 加強執法度 還有另外一個暗地裡的做法 其實是把中國自己創造的 一些知識產權的一些東西 都放上去 披騰了它 即是註冊的專利 因為中國人口很多 其實精英都很多 其實如果他真的 整了一個這麼完善的 知識產權局 我們相信 中國將來出台的知識產權 那些數目 一定是比美國多 到時可能反過來 推銷給外國 所以這個措施 其實是長遠來說 影響十幾二十年中國的經濟 即是對中國經濟來說 長遠來說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 policy 另外就是 創造更加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 那麼 習大大就說 上半年 會完成這個修訂外商投資的負面清單 全面落實 這個准入前國民待遇 這個負面清單管理 因為再之前他們有些貿易上的爭拗 外國的商團都說 你們有些地方要修改 例如ESG 即環保方面的東西 其實現在習大大都承諾了會改 也會促進到接下來的經濟發展 另外主動擴大進口 因為美國經常吵 貿易的順差太大了 其實中國現在主動買多些美國貨 從而降低兩個國家的矛盾 以來本身是中國內地的人 他們的收入是高了 所以他們都真的喜歡用一些 進口的高科技的產品 或者一些生活的一些用品 所以這件事是一個雙贏 而這個雙贏也都令到中國經濟非常之好 因為減低了和美國的摩擦 以來又可以貿易到自己本身國民的需要 如果中國的勢頭這麼好的時候 有什麼有效的捕捉A股的增長工具呢 可能大家第一時間想 買A股 買恆生國企指數 恆生國企指數裡面 成份股都是內地的一些國企 買股是一個好的做法 另外買ETF也是一個好的做法 因為剛才問過有沒有人買過ETF 只有一成的人舉手 所以說回ETF的優點是什麼呢 ETF全名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船 下面就裝了很多隻東西 譬如如果ETF的名字叫股票ETF 裡面就是裝了很多隻股票 也有些債券ETF 裡面也裝了很多債券 如果你說股票ETF來說 在香港比較流行 因為透過一個證券戶口 其實你可以當它是一個股票號碼去買 而成本很低 因為如果你要買一手 藍籌國企可能要十幾十萬 但是你買一手的ETF 可能是幾千至一萬元而已 你已經可以複製到類似 來買A股的效果 而且ETF的管理費是比一般的護衛基金低的 一般都是低於1% 即是低於一年年度化 如果你用護衛基金來說 股票員的護衛基金 一般都要1.75至2L的年度化管理費 另外還要首次購入一個護衛基金 譬如在銀行 就算你買一百萬錢的基金 它都會再收你一年五 加上管理費 其實如果你用護衛基金這個方法 來捕捉A股 你未見官已經沒有了3% 所以ETF就比較發算 因為整體開支比例來說 一般都不超過1.3% 另外價格 價格和持股都可以在發行商網站看到 透明度非常高 因為如果你是買護衛基金 有沒有朋友買過一個護衛基金 普通的在銀行、證券行 經常看到廣告那些 那些基金的價格 當你要賣的時候 你不知道價格是多少 你去匯豐買 他就告訴你大概要14天 不知道多少錢 總之你今天入市 我明天會計算給你 當我爸爸第一次買基金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原來這樣? 他說前景是很好 但我拿了五年之後 我要放的時候 原來的價格 我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又回不了我 那是不是兩個星期後收到錢 還是 他說不知道 因為基金是在歐洲的 又要去哪裏托管 那裏又由歐洲調些錢回來 所以真的很麻煩 所以ETF就簡單一點 因為它當股票這樣去交收 T加2的錢就回到你的證券行 或者你的股票行 還有價格透明度高 所有ETF發行商 政府的規管都非常嚴重 就是要在公司網站每15秒 就更新一次 這隻ELITE ETF的資產正值 和市場價格是大約多少 所以透明度非常高 另外就是分散風險 例如剛才說到捕捉A股 你可以買國企股裡面其中幾隻 但是如果你要買得到所有受追捧的A股 你可能要幾百萬 不如就用一個ETF 因為ETF本身就是投資在200多隻A股 或者起碼都50隻A股裡面 而且ETF是設有市場的莊家 或者叫流通量供應商 它做法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譬如華夏是一個ETF的發行商 它就發行了ETF這些股份 然後這些市場莊家自己會買了一大批股份 也有些機械客也會買 然後它就會在二手市場再賣給大家 當然如果你想買五百萬股以上 即是五百萬股以上 其實可以直接找這個ETF的發行商 去談一個好一點的價錢 但是如果不想買太多的話 就可以在二手市場 透過股票市場買賣 開市收市和股票一樣 而且是沒有鎖定期 不會好像買戶衛基金 或者買債券 有些人就說是值債 又要鎖定期 也不會像保險一樣 又要不知多久才翻本 因為價格你自己看到 可以自己控制到 如果市場上 A股的指數來講 最多人看的是 SHSE300 即是戶芯300指數 因為那個指數 是追蹤著全個 上海和深圳市值最大 還有流通量最大 300隻股票 差不多覆蓋了整個 中國A股市場市值的七成 所以這個SHSE300 即戶芯300指數 非常有代表性 在這幅圖裡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 那條線 紅色那條線 就是MSCI 中國A股被納入的指數 那條線 而黃色那條 就是這個 護芯300指數 那你會看到 那些點點 這麼密 這麼貼 其實這個3188 ETF 差不多就是 全面複製了 MSCI 新的 中國國際通指數 那 所以 如果你看回市面上 另外一些指數 例如A50 這個指數 就是XIN91 這個 那它跟 就是MSCI A股國際通指數 呢 相關度就低很多 因為你看到 黃色點 散很多 那 就是 因為它只是 50隻 那這個 A股國際通指數 是230幾隻 那 所以它只可以 採取到 其中一部分的收益 那另外看回 如果市跌的時候 這個MOCHA 這個就是 這個 MSCI 新興 這個市場 國際指數 當它跌2.8%的時候 沪深300 只是 跌2.65% 即是 比那個指數還低 而 剛才說的 A50指數 就跌到3.45 那 就是說 其實沪深300 它裡面有300隻指數 就成功地 幫你分散風險 它跌的時候 跌得沒有那麼多 對 反而如果你只買50隻 那你的跌的時候 反而多很多 這個 大家將來選擇 ETF的時候 可以留意 它們的相關性 另外 華夏就出了一隻 就叫 MSCI 中國A股國際通的指數 ETF 3197 它完全是跟足了 6月1日 將會正式生效的 MSCI 中國A股通的指數 也是全球第一隻 動態地反映了整個 立入過程 是全球第一隻的 因為剛才都說了 華夏一向都是先行者 一有什麼風吹草動 第一時間就籌備很新的產品 去幫助大家 在這個 A股國際通的指數 它的頭五大成份股 其實是不斷微調的 這個資料 就是我更新的昨天 前五大成份股 第一就是貴州麻台 它是屬於必需消費品 貴州麻台 其實是一個後面的資金 是國企 所以都很穩陣 而且它除了酒之外 也有其他業務 另外是平安保險 是金融的版法 招商銀行也是金融 海康威視 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信息技術的供應商 這個非常好的問題 這個是實物複製的 選擇ETF的時候 如果大家都是追蹤同一隻指數 譬如大家都是追蹤互心300指數 我建議大家選擇實物ETF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實物ETF 是直接買那些股票 而另一個面子就是合成ETF 合成ETF其實就是用一些衍生工具 去模擬這樣的效果出來 你多了衍生工具的風險 因為對方可能是交易對手的風險 可能會脫掉一些東西 第二就是可能收費 絕對會多了一層 所以當兩隻ETF都是追蹤互心300指數 建議你選擇實物的ETF 當然有第三種ETF 它都是追蹤互心300指數 但是它是用抽樣代表性的複製的 我看到去年11月 有一間公司就出了 但是就很小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總之它都是追蹤A股的 但是它的尺寸 它的ETF基金的尺寸 真的非常小 只有幾千萬 我也建議如果大家買ETF 最好市值是過1億 會比較安全 因為在ETF的招育書裡面 也有說的 如果市值跌過多少呢 我接賣 即是我刪除了 如果刪除了 你就想 如果我真的買了 它可能幾年後刪除了 我沒有留意 我打算長渣 這樣就慘了 即是下架 即是股票上架 股票也可以被人下架 所以最重要是大家留意 選擇市值比較大的ETF會比較好 會比較穩陣 這個指數 這個MSCI中國A股國際通指數 其實覆蓋了很多優質的大籃籌股 最主要是集中在A股市場 一些市值大的金融、地產、消費和科技 四大玩法 我今年三月來輝立的時候 都跟大家分享過 華夏是看好五大板塊的 其中一個是金融、消費、科技 還有少少地產 加上醫療 其實看回MSCI這個指數 這些板塊的股票其實做得不錯 這首半年 因為它本身也是一個PEVALUE都相對低 但是未來的增長空間是非常大的 而MSCI中國A股國際通過指數的前三大行業 都是金融、工業和可選消費 佔整個成份股裡面是51.5%的 初次納入 我們估計外資的錢一定是賣大的板塊 以及藍籌股 所以金融、地產、消費、科技 這四大板塊 也是外資的基金首選的A股 國際通過指數 現在市盈率大概13% 市證率大概1.6倍 淨資產收益率大概12% 對比國際市場主要流通指數 比如說標普500、納斯達克這個新經濟和新科技的指數 日經或者富時100 國際通過指數其實有估值的優勢 以及市盈率和市證率都是標普500的一半左右 即是現在屬於低水的 所以可以趁低級 A股入魔是6月1日正式生效 所有的主動員基金或者被動員基金 就會在5月31日 他們就入貨了 不是真的等到6月的 甚至要再早些 他們最後通牒 跟他們基金的指標 他們在5月31日就一定要入貨 之前也有些機構已經靜悄悄的入貨 所以看回華夏這個 A股入魔主題的ETF3197 它在4月30日那一天 突然爆多交易量 是1.228億的交易量 全香港來說最有名的ETF是2.800 盈富基金 那天的交易量是3.88 平時也很高 平時過億左右 但那天也特別高 3197那天突然爆升了很多倍 因為平時每天的交易量 可能是幾百萬、幾千萬 那天突然爆升很多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看到很多機構投資者 例如獨立理財公司、家族辦公室 他們要嘗試進入那一刻的動作 要怎樣操作 是為了接下來要大手買入的時候 會做得更加好 即是他們試一次再試買試買 看回這個3197 其實它是2月7日出的 農曆新年附近 所以一出的時候 剛剛2月尾的時候 股票的市場就會回調 所以都經過一個波折 現在又升上去 每手的基金單位價格是200 它有兩個櫃檯 一個是人民幣、一個是港幣 還有它有派息的 每一年一次通常是7月 整體的管理費來說是0.6 整體的開支比例是1.3 由於它剛剛出沒多久 其實就已經有2億的市值了 其實真的很受歡迎 因為很多ETF剛剛出的時候 可能都只有1億、1億多的市值 如果看回昨天 這個表其實就在華夏的網站 就可以看到了 昨天下午的時候 港幣是11.1 這是每單位的資產增值 即是NAV 即是它裡面是反映了整個基金 下面的股票的總值 而下面的即日市場價格 就是10.96 這個即日市場價格 就是在二手市場 比如你想買的時候 你出那個價格 你出那個價格 然後你會發覺 原來你用10.96 就可以買到11.01的價值 我們叫這個ETF 叫做Trade at Discount 即是有折讓 這個折讓其實就不是經常發生的 而且你減回十個幾 減回十一個幾 減回十一個幾 其實差別是0.05 大概兩口價位左右 如果這一刻想買的時候 就要掛高一點的價位 才馬上買到 因為我就天天都對著這個ETF 所以有時候我看到 上午呢 就Trade at Premium 即是 你是要用多些錢 你可能用12元才買到11元的東西 但可能有時候去到下午 臨近收市 就多了些賣盤出現 就變了有個折讓在這裡 大家在投資ETF的時候 一定要留意 這個 因為我見很多客人 都會留意整個幾兩個星期 天天都看一看 看看什麼時候折讓的時候 我又買一些 分階段的吸納 這個就是3197日線圖 黃色的就是20天平均線 平均是11.039 紅色的就是10天平均線 就是11.02 你看到紅色的那條線 就衝破了 就是最近五月中 衝破了黃色的那條線 代表每最短 因為10天平均線是短一點的 最近的價格就在升了 另外五十天平均線 另外五十天平均線 那裏 因為本身 它是最近才超 即是開始有五十天這個平均線 所以我們就不用留意 總結來說 華夏香港的ETF有什麼優勢呢? 其實華夏是一個A股發行商 即是A股的產品發行商 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有很多check record 可以給大家參考 例如3188就是華夏互深300指數ETF 裡面就追蹤了全中國最大市值 流通量最大的300隻 已經推出了五年了 現在市值136億左右 每天的交投量都過億 由於它的尺寸大 所以就令到 因為其實那個基金經理 ETF基金經理 他每天都要跟回指數去買賣 所以我們因為市值大 我們跟捐商的關係非常之好 因為我們每天都買很多貨 也都賣很多貨 所以基金經理可以用一個優惠的價錢 一個低一點的深港湖 和港湖的加益成本去做這個操作 還有因為基金經理本身有17年的工作經驗 都是ETF的幫助經驗 ETF可能近這三年比較有名 但是再之前他已經入行 所以他很擅長怎樣去調倉 例如未來的A股被納入 究竟你是5月31日才工作 還是他之前已經在工作 可以用一個相對優惠的價格去買入A股 然後就反映在股價上 看看香港市場的回顧 上兩個星期 一直到5月14日 恆子才開始升上 上星期升上31,000 如果看過去六個月 恆子也非常徘徊 有上有下 因為市場上有很多不明王的因素 例如伊朗的制裁 馬來西亞政局等等 不過看回香港的PE 香港的股值還屬於低 還有香港的管治 比內地好 所以也有一些大戶 國際的投資者 去想A股可能挺好 但香港其實都是A股的某程度上 一部分的A股都在香港上市 不如就買香港的A股 所以我們短線來看 A股日魔對內地和香港經濟 其實都有幫助 而看回很多大行 11日開始 因為香港政府都公佈了很多經濟數據 很多銀行其實上調了香港GDP的增長 香港第一季GDP同比增長了4.7 高個市場預期的3.4 所以預期今年的人工加幅 各樣東西都會升 人工升的時候通常都會刺激到消費板塊 另外 另外 香港政府預計全年增幅的通脹 都會大概是3厘左右 而我們估計 私人消費板塊應該會挺受惠的 因為加了薪金通常都會花多些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雖然市況好像都挺錯的 接下來會不會繼續錯下去呢 我們都覺得會的 即是很發上發落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都可以用一些槓桿及反向的ETF 來幫你去抵禦這個風險 或者拿單日的回報 那什麼是槓桿的ETF呢 其實就是說 這個ETF 如果你槓桿兩倍ETF 譬如你是買一個恆子 追蹤恆子的槓桿兩倍的話 如果恆子那天升了10% 這個產品就提供20% 即是10乘2%這個回報 當然跌的時候亦都相同 反向產品就是 反而市場如果跌10% 它就升10% 所以很多人就會用 基金經理會自動每天幫你去調倉 通常都是在收市的時候做這件事 很多人就會在市場這麼拆 譬如它本身已經有很多籃籌股 譬如上一次有個講座 就是有個客人 他有50多萬的籃籌市值股票 他怕市場可能會跌 你可以用一小部分的資金來買反向 因為反向如果市場跌的時候 反而會升 那接下來有些黑天鵝事件會繼續燃燒 即是中美貿易戰已經過了一段落 但是接下來還有些黑天鵝事件 都是政治相關的 譬如北韓 如果有些人的核彈 他有空就拿出來養一養 市場又會跌整個星期 中東方面還有俄羅斯 另外就是 剛才提到 反向產品 其實跌市那裏有個 會反而幫你拿到利潤 這個就是 譬如說 08年初的時候 朝鮮半島和中東 地元政治 然後美國08年初就宣佈加息 於是全球股市大震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但是2月初的時候 即是1月31日到2月9日 恒生指數累跌了10.28% 都很驚人 10.28% 那如果你這個時候 其實1月31日的時候 你聽到這些負面消息 一出台的時候 你就馬上買反向的ETF 那反而賺了11.39% 那中美貿易戰已經過了一段落 我就純粹在這裏說法起 然後升級 然後什麼時候就結束 那應該5月29日就正式結束了 那希望都不會再有餘波 因為整個恒生指數 都好像跟著他們的談判來走 那譬如我看看 華夏就有兩組槓桿產品 應該說有槓桿產品和反向 反向那邊就記住 如果市跌的時候 反而幫你賺到錢 所以當聽到有些負面消息 你又覺得市會跌的時候 就可以用反向產品了 那我看回過去一個月 譬如4月4日的時候 恒指跌到29,500多點 那 那 然後7天之後 其實它已經升了4.67% 那如果你是真的覺得 通常呢 我會覺得 你 在市跌到很低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槓桿兩倍 那7天裡面 槓桿兩倍價格上升了10.25% 是 這個恒生指數升了4.67% 這個槓桿兩倍是多於4.67% 因為呢 槓桿和反向產品有一個特性 就是每天 就是會每天複式去複製利用給你 那 而看回這些 這些數字 這些回報 其實可以在華夏官網那裡 選擇ETF 然後選擇這個槓桿反向的模擬投資表現 那你在上面選擇不同的日期 你就會看到 哇 原來這個槓桿兩倍這個時候用呢 它會賺10.25% 而恒指只升了4.67% 那 我極之鼓勵大家多點上網去按這些按鈕 來培養自己的觸覺 因為有時候你看完禮拜六 好像聚里亞那件事 是禮拜六日香港時間才爆發的 其實我有些投資很厲害的客戶 他已經說 哎 禮拜一廣告開始肯定跌了 那我就買定這個反向了 那 剛才說的模擬器可以在華夏官網那裡 藍色那條包的第四行 然後一滑下去再選擇 那 因為華夏官網都revan了 即是裡面的東西非常之多 和容易用 而這個7321的即時價格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看回 即是華夏官方網站可以看回 那反向的例子 譬如說 4月11號上了三萬多點 然後呢 就跌了2.7% 對 去4月17號 那如果你買了反向的時候 其實它升了2.74% 即差不多是1 即它跌多少%,你就升多少 那這個 總結 就是說 槓桿和反向產品 你都可以短線地去使用 而回報來說 都是不錯的 對 而我們都拍了很多短片 放在YouTube 大家可以在YouTube那裡開 然後玩 畫一下基金 那就可以看回之前 我們說回 怎樣去用槓桿 反向等等 那另外 如果有任何 關於ETF 槓桿反向的產品 都很歡迎大家 電郵給我 或者打來公司問我 大家好 我就介紹一下自己 我就揮入證券的外股部 外股部 即是 現在 我們樓上還有些同事 翻養工 專注於歐洲 美國的市場 買賣外國股票 剛才Nicco應該說過 港股市場上面 有那些港股的ETF 我現在集中 就說在美國上市的ETF 這個圖 不知道剛剛有沒有看過 就是這個港股的 恆指走勢圖 有看到 港股這個PE 都還是偏低的 大約12倍左右 就是市盈率 但是 指數已經升了 上大約3萬點 這個就是相對於美國那邊的市況 這個就是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的圖 就看到其實在美國方面 他們的市盈率已經去到 18 18 19 這些位置 就已經開始比較高 為什麼我今天和大家想說 美國股票市場上面的ETF 其實因為 我們香港人當然是 買賣港交所上面的股票 但其實美國方面 都一樣有很多機會 因為美國作為 這個世界上比較大的國家 投資者 大部分資金 或者是投資銀行 很多都會在美國市場上面 參與股票買賣 你說他們的資金 流來香港 反而不是這麼多 所以有很多獨特的產品 例如這些交易所買賣基金 在美國方面 反而是更加成熟 以及更加多的選擇 我們看看 香港我們只有一個交易所 就是平時我們熟悉的港交所 美國不是的 美國有很多交易所 有紐約交易所 有納斯達爾交易所 有納斯達爾交易所 市場上面的參與者有多很多 他們的成交量都是比香港大 股票又比較多 而且他們的ETF也是比較多 什麼叫做比較多呢 剛才提到說 香港的槓桿ETF正向可以去到兩倍 反向ETF可以負一倍 美國這些監管會更加寬鬆 他們產品更加多元化 他們最多正向可以去到四倍槓桿 反向可以到三倍 除此之外 他們的市值也大些 平均市值 另外他們也種類多些 例如你在港交所 如果你想買一隻ETF 可能是一些 落後一點的經濟體 可能是一些巴西 巴西的經濟的ETF 你香港找不到這些股票 美國就找得到 如果你們有特別的想法 如果投資者自己知道想做什麼 去美國的股票市場找機會 機會是大一點的 那剛才應該都講解 Nicol應該都講解過ETF是什麼 那我就不再多說 那一節 那就是 那個特點 應該剛才都講過了 但都講多一次 那最重要的特點 ETF就是 他會追蹤一個指數 即是他會說 我這隻ETF 我這隻交易數買賣基金 是想追蹤一個什麼的產品 例如他可以說 我追蹤黃金價格 那應該黃金升一元 他也會升一元 黃金升兩% 他又升兩% 有商品 有追蹤 有可能追蹤指數 或者有一些是追蹤 可能 銀行 按揭利率 這些都有 那最重要就是 他會追蹤一個指數 那這幅圖是什麼 其實 那條紅色線就是 一隻追蹤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的ETF 它的走勢 那其實紅色線下面 也都蓋了一條藍色線 就是那個標準普爾500指數的指數本身 那這幅圖看到兩樣東西 是一齊升一齊跌的 基本上 就證明這一隻的交易所買賣基金 追蹤這個標準普爾500指數 追蹤得很好 那剛才說到有一些 一些提供流量的人去參與買賣ETF 那就會令到他們 那個價格去一個公平的位置 就是不會有 他們一見到一些套利的活動 例如他們可能見股票 以標準普爾500指數為例 那這隻ETF應該會是 相等於那個指數 那如果他們見到指數是高過股價 那他們就可能會買入股價 來購出指數 那他們藉著一些對沖 或者套利的活動 就會令到價格去一個公平的位置 那另外他們也會 定期發佈一些資訊 在他們自己的網站 那通常美國為例 那些發行一隻ETF 他們每天要公佈出來 在網上 告訴他們 我那隻ETF 可以保持什麼資產 保持多少 例如 保持7%的蘋果公司 保持2%的Facebook 他們會公佈的 每天公佈的 可能每季才寄一封信 告訴他們賺了多少錢 那他們也不會騙人的 但就安心一點 自己可以看得到 那 我們知道了 有一樣這樣的產品 那怎樣運用它 來進行投資呢 那其實就有 三個主要的目的 那一般客戶 就可能 追蹤某一個地方的指數 例如我們剛才說 香港的市盈率才是12倍 美國那邊 就已經去到18倍了 那有時候可能想 有些投資者就會想 香港會不會追落後呢 那這些情況下 你就可以買一隻 追蹤港股指數 例如恆辛指數這樣的ETF 那看好它會升回 追落後 或者大家可能 如果有留意開 別的國家的 可能見到說 俄羅斯的天然氣 或者那些經濟 是比較好的 這一輪 我們看好它的經濟 那我可以買一隻 交易所賣米基金 它是 正在追蹤俄羅斯的經濟狀況 那當地的經濟好 好轉 可能GDP升 那我就會受惠 那我持有著這隻 追蹤俄羅斯經濟的ETF 那就可以避開了 美國已經去到一個高位了 可能大家心想 不知道還會不會升 那就可以避開這個問題 那除此之外 ETF 美國有很多追蹤特定板塊 那什麼叫特定板塊呢 就是可能 新立科技股 那它有一隻 那它就會有一隻交易所賣的基金 可能它有100億的資金 那它可能就會 20億、20億、20億 賣到另外五隻 生物科技的公司裡面 那如果那幾間公司 做得好 那整個基金就會升 那尤其是這些 製藥、生物、研發這些公司 可能有一千間 我們不知道哪一間 萬一一個不小心 研究到一些好東西出來 那它的股價會升 但是我們搞科研這些 很多都是失敗的 那你買ETF 就避開了說 我不熟悉那一行 就是你說 叫我趕100間做藥的公司出來 我都說不到 那我們一買 就買了一整個男子 我們是看好這一行 就不是看好個別的公司 那最後呢 也可以追蹤商品價格 那我們平時 如果 看好油價 那很多客人可能會買旗油的 買旗子的 那旗子呢 就會 槓桿得很厲害 波動得很厲害 可能跌2% 人家就打電話來 叫你說斬倉 或者要你補錢 那又波動性很大 那ETF就是一個 替代的選項 那我們可以 一股一股買 例如有一隻股票 是追蹤油價的 那它一股只是40元而已 那跟油價可能差不多 油價升1元它就升1元 油價跌1元它就跌1元 那風險就小一點 那還有 亦都 入場費比較低 那其油那些可能一張都 4000元美金左右 可以嗎 那這些股票就不同 股票可以做的 那給一些實質例子 那我怎樣用 我怎樣找一隻適合我的ETF 其實呢 我都是上Google看 如果方便大家 那當然我們交易室 可能就會在彭博通訊社 一些電腦前面看 那其實一般來說 我只要打開 上網的電腦 打開Google 我打 例如我今次想找一隻 我看好中國的市場 我找一隻 追蹤中國的ETF 那我一打下去 它已經給了幾個 幾個建議我了 那我就拿其中一隻來看看 那就叫做 紅色線 就是一隻美股上市的ETF 它是追蹤MSCI公佈的 中國的指數的 那你看到 這隻股票的代號就是 MCHI 那就是這隻ETF的代號 那它就 由一年頭來的 那由年頭升到現在 已經升了28%左右 那它就捕捉了 剛剛好就是捕捉了中國經濟好轉這一刻 過去一年 它就 這個指數 升了大約28% 所以這隻 追蹤這個指數的ETF 都升了 那藍色線是什麼 藍色線是另一隻港股的 都是追蹤中國的 中國經濟的ETF 那就是222 大家可能比較熟識 那我列出來 就沒有說哪隻好 哪隻不好 有時候就看到 藍色線在紅色線上面 有時候紅色線就在藍色線上面 那我比較他們 其實就是 例如 港股 大家一定是看 恆子國子 這兩個指數 但是有些 例如 大陸這樣 我們沒有一個 公營的指數 去到說 誰好的 那這些情況 就是每一隻ETF 它們追蹤的指數 都會不通 那大家可以看 哪一隻指數 才適合自己 就找回一隻 追蹤那個指數的ETF 例如222 可能我們知道 多金融股 但是我覺得 內銀股已經升到差不多了 那我可能就選擇第二隻 但是港股就未必有這麼多選擇 美股就不同 美國上次的ETF 有很多隻 那可能我純粹說 追蹤中國經濟的ETF 都已經有十隻了 那大家可以選擇 因為每一隻的比重不同 那我們可以上去他的網站 看看他們的 這個 Focus 是在哪裏 那另外也可以追蹤個別板塊 怎樣使用呢 那這兩個是一個指數 兩個都是一個指數 紅色線就是道指 就有30隻 那些傳統工業股 包括我們 可能知道那些 美國大公司 通用電器 那些是傳統工業一些的 那另外藍色那個呢 就是一個 廢成半導體指數 叫做 大家可能比較少聽一點 但是在台灣 就都很興奮的 那這個指 藍色這個廢成半導體指數 它其實在指數裏面的公司 上市公司 大部分都是一些科技公司 它是造成半導體的 那這個情況下就是 這兩個都是一個 美國的指數 但是呢 其中一個指數就是 就是 道指 整個經濟體是怎樣的 藍色那個呢 就是一個個別的板塊 就是一個 科技板塊 可以看作 而且是一個 半導體生產方面的板塊 那我們看得到 這個板塊是 跑贏了 道指很多 那如果這些情況下 我們買期指 或者買 買 道指的ETF 我們就會賺得 沒有那麼多 那如果我們已經想到 哪一個板塊是 將來是受惠的話 那我們 不妨直接買到那個板塊 就不要買期指 就不要買 追蹤整個美國的ETF 因為呢 這個半導體板塊 我們看到 過去一年 過去五年 基本上就升了超過一倍 160% 但是美國經濟 同期只是升了50% 那這些情況下 如果我有 就是我有想法 那我就不妨不買 一個獨特的板塊 那我為什麼拿這個半導體呢 那其實我個人 就覺得挺好的 我們前陣子 美國就是制裁中興通訊的東西 那發現 原來什麼呢 原來 原來 發現了幾樣東西 原來半導體很重要 原來中國做不到 大家都是去美國公司買 而且第三樣就是 短期內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我們 那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這些公司繼續賺錢 這個我個人看法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就做了一個比較 那過去五年已經跑贏了三倍 基本上跑贏了基本經濟 那剛才這個是指數來的 那我怎樣追蹤這個指數呢 那我就要這幅圖了 這幅圖呢 這幅圖呢就是 剛才我所說的那個指數 費成半導體指數 和一隻追蹤這個指數的ETF 那 那 藍色就是 那個指數 那 紅色就是追蹤這個指數的ETF 那股票代號就是SOXX 那 那大家都看到 基本上也是一支的 它兩個的走勢 那 那假設我五年前買了這個 SOXX的股票 那我現在就 都賺了7%左右 那最後去到追蹤商品價格 那有很多ETF 都是追蹤商品價格的 那包括了 那 那 最通常就是追蹤油價 天然氣 那 那這些 那些 的ETF 成交量也都很大 那 那而且都追得比較貼的 但是呢 就是 短期來比較貼 那 因為呢 他們追蹤這些商品價格 或者能源價格 他們通常是靠 就是這個基金 通常是 他會再買了期貨 來追蹤這個價格 因為他沒有可能買這麼多 有的嘛 就是這個基金有100億的市值 那他不會真的買100億 就是可能 幾千萬桶油放在他公司 那他通常都是買回期貨的 就是 我們買了 我們的錢 就買了這隻基金 那基金就拿我們那些錢 就買 期貨 那 期貨有一個問題 就是要 就是要 續倉下去 那這些過程 就會 衍生了一個成本 那 他們 長線來說 這些基金 就會 成本比較大 那就會 跑輸真實的價格 就是商品價格 那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通常都是短線 就沒什麼問題 那這個藍色就是 油 看油 那就差不多了 那你看這一年就升了37% 這隻 那油價 我想都是差不多 現在都升到 幾高位 這個套幾天之前 那之後 天然氣價格就跌了一些 那如果買了 當然也會虧 那 那 除了剛才我那三隻正向ETF 就是追蹤一個指數 指數上升 它又升 指數下跌又下跌的 那又反向ETF 那 剛才應該廣故都講過一下這個概念 那 這個 藍色就是一隻反向的ETF 就是反向那個道指的表現 紅色就是那個道指 你看到基本上 肉眼看下去 形狀差不多 道指上升多少 它又跌多少 道指下跌 它又升 那就可以 如果大家看淡一個指數 就可以買一些反向的ETF 那除了 我看淡一個指數 每買這個反向ETF之外 其實 反向的ETF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可以 我們可以善用這些反向的ETF 做一個投資組合 什麼意思呢 例如 我不知道經濟會升還是跌的 即是這一刻開始 未來來 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我只知道 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的例子 我只知道可能半導體的事業 會比其他經濟好 即是其他業務好 這些情況下 我如何善用反向的ETF 來賺錢呢 就是這樣 這個圖就是 紅色就是一隻正向的 看好半導體的ETF 藍色就是一隻反向的 即是看淡標準普爾500指數的ETF 如果我同時買了這兩隻 經濟下跌的話 即是整個經濟向下跌的話 我當然正向那隻就會虧錢 但反向那隻就會賺錢 如果經濟升上去的話 我就看好那隻會賺錢 跌那隻就會虧錢 即是看淡那隻 但是 那個差別就是 我看好那隻 就是我看好半導體業務會好 即是我覺得它無論如何 都是跑贏過舊經濟的 這些情況下 我就可以 以其貨的角度 就是看我長瘡 看好半導體 另外短瘡 又看淡經濟 就會有一個對沖的作用 萬一經濟真的跌下去 我都不用輸得那麼慘 萬一升上去 我也不會賺太多 那我賺的是什麼 賺的就是 我看好那個行業 和基本經濟之間的差別 這又有實質的例子 就是如果 藍色一隻一隻 看淡標譜500指數 我當在一年前買了 就是33.44 而我也同時看好半導體行業 那我一年前就買了這隻 紅色線 就是這隻 紅色線就是這隻 半導體 費成半導體指數的ETF 那當時的價格就是148 那我大家都知道 經濟不斷向好 即是美國經濟過去一年 就是這樣升了 那些股票 但是其實 剛剛看過的幅圖 半導體業務的經濟 就升得好 就是整個經濟的經濟 那所以 到頭來 這一刻 那隻看好半導體的ETF 已經升到188.72 而看淡標譜那隻 當然是跌了 因為標譜上升了 那就跌到29.35 但是 雖然一隻賺一隻是虧的 但是我們賺的那隻 賺得多些 所以 如果這個投資組合 50-50 投資 那 同樣的邏輯 可以在個別股票上 例如我看好 阿里巴巴會跑贏大士 這隻 中國可能最大的公司 其中一間 那怎麼辦呢 我就買阿里巴巴的股票 我可能買10萬元 看淡標譜的ETF 那 同一個情況 就是標譜上升 所以我的ETF 反向ETF就跌了 但是 同一時期 阿里巴巴的股價做得很好 這個情況下 過去一年 我就會賺到24% 一年 一年圖 是 一年 應該 阿里巴巴相對一年前 就升了40%多 看淡標譜的ETF就跌了26% 所以加上差就是24% 明白嗎 大家 可以問一下嗎 最後一點 喔 數字應該是 喔 上面那裡也有 數字應該是 62.67% 減12.82% 除以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這個答案 平均 當然大家可以不用 這些在金融的角度 就叫做 對沖 對沖 我有一萬元 我就對沖了一萬元 但大家如果 承受風險能力大一點 可以不對沖這麼多 我買一萬元 阿里巴巴股票 我只能對沖其中一半 這個情況 用回同一個例子 最後回報就會再高一點 但我相對風險又大一點 剛剛我這裡也有用到這些反向的ETF 如果大家用到 這個就在港交所下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可能有都未定 那我就繼續講解一下 那因為這些的ETF 或者反向ETF 或者公軍ETF 在港交易計算是升1% 它就升1% 一日跌2% 它又跌2% 是每日計算的 每日計算的 那每日計算 就好像我們 給銀行付福利率 每日計算一次 如果兩日年升1% 的話 不是升2% 到時會升1.21% 2.1% 會增加0.1% 會增加0.1% 有個差別 因為有複式效應 那在我們看到反向 或者槓桿的時候 我們就要注意到複式的效應 複利率的效應 那它就在說 很簡單地說 就是如果長期向好的話 就是長期走單邊視 不是波動視的話 反向的ETF 就會跑贏我們的 預期的目標 紅色線就是 那隻反向的ETF 虛線就是 預期的 預期的利潤 而 在波動視裡面 我們那些反向的ETF 就會跑輸我們 預期的目標價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波動的話 即是 它跌下去 我的本金已經小了 它就用我小了那個本金 再買回 那我就算明天贏錢 我都贏了 還是少了 正如如果我今天升上去 我的本金大了 它迫我加上去 我明天跌下去的話 跌得更加金 所以 一個波動的事情 就是 不管好我們這些反向 或者槓桿的ETF 大家 這個就是數學的問題 可以想一下 如果想不明白 也可以看回 港交所已經計算了答案 給我們看 它就提到 如果波動的市況下 買反向的ETF 我們就要小心 因為我們的實質回報 會比我們想像中的回報低 槓桿ETF 之後還有 剛才說的反向 槓桿就是 例如三倍槓桿就是 我拿三分一的錢 已經做到我足夠的東西 例如 我看 納子升10%的話 我買了一隻槓桿ETF 我希望它升10% 我就賺30% 要三倍的話 我貼了圖出來 可以比較一下 這是什麼圖呢 這是納子 納斯特克指數 紅色線呢 紅色線就是納斯特克指數本身 是一隻槓桿三倍的 最終納斯特克指數的ETF 我們一開始看到 最左邊很細的 很細微的那邊 你看到 紅色線只是動一點 但藍色線已經上去了 到後期 紅色線跌了一點 藍色線又很快地穿下去 跌得更加多 這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槓桿 因為應該就是 紅色線升1% 它又升3% 到紅色線回落的時候 它又再三倍地穿下去 到後期 你看到 可能1月過後 即是 2018年2月、3月左右 立市升到一個 當時的高位的時候 那隻三倍的槓桿的ETF 基本上升到60% 風險大很多 但是沒有人叫我們 全副身家放進去玩 可能我銀行有10萬的話 我當初如果要買完 10萬到一隻沒有槓桿的ETF 我才會 我才會 我才會賺到 可能升10% 我才會賺到1,000元 但是現在 我想做同樣的事情 但我用少些錢 我用3萬3 賣下去 這隻槓桿的ETF 我已經賺到相同的錢 所以槓桿ETF 就不是叫大家說 將自己全部的身家 丟掉來玩 而是 只是用少些錢 已經做到相同的效果 那有什麼用呢 例如我們 我們可能玩開港股 我們可能有 100萬放在港股戶口 做買賣港股 港股收了市之後 可能有業績公佈 或者有什麼大事件出現 我們不想落後 明天晚上9點半才再入市 我可能放少少錢 在外股戶口 或者在美國那邊 在美股戶口裡面 我可能放5萬元已經夠了 我5萬元買到一隻 三倍槓桿的ETF 已經等於我當初 我放15萬的後備資金 在我美股戶口那邊 做到一個少些錢 但也做到相同效果的作用 槓桿ETF也有複合效應 都是同一個問題 複利略極問題 如果還是持續向好 即市場不波動的話 表現就會變得更好 如果在波動的情況下 表現就會變得更差 同一個原因 如果贏錢 成大三倍 我的價值大了很多 即是他逼我加了賽 再跌下去就會跌得更多 或者先跌下去 我的錢已經少了 他好像逼我平了賽 他逼我認輸贏每天 就算之後那天再升上去 我都沒有賺得那麼多 剛才除了槓桿和反向ETF之外 美國有很多選擇 其實真的還有很多 特別的種類 例如ETF之中 他們還會分實物和合成 實物是什麼 實物可能是一隻ETF 它的市值是100億 它100億真的拿來買股票 合成是什麼 合成是可能那隻ETF只有10億 它可能是 借著跟一些投資銀行 做一些調期合約 或者做一些 用其他衍生工具 來做到相同的表現出來 即是它沒有實質持有的股票 當然風險就會大一些 但是那隻ETF的營運成本 又會低一點 即是各有利幣 所以大家都可以判斷自己適合哪一種 另外也有主動型和被動型 我剛剛展示的 全部都是被動型的ETF 即是跟著指數走的 指數升 它又升 指數跌又跌 它沒有什麼特別做的 但除此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主動型的ETF 例如它說 會三個月推測一次 它三個月複合一次 它只是買最好的10隻股票 那麼它就期待這個ETF 是會跑贏大市的 那這些就是主動型的ETF 那這些ETF 可能是 即是可能會贏到大市 也不一定 看一個基金經歷 那但是那個成本 可能會貴一點 另外還有一個概念 就是ETN 就小心 那ETN就是不是基金 就是一些票據 那它的風險就會再大一點 那我們如果買到其中一隻東西那裡 買到其中一隻交易所 買賣產品裡面 就提清楚 它是ETN的ETF ETF的風險就小一點 相對ETN 那怎樣選擇 適合自己的ETF 這個很重要 那因為我剛才舉例 就是拿其中一兩隻的ETF來看 那其實我可能會說 我想看好標譜500指數的ETF 可能美國有五隻十隻的 這些情況下我們就要選擇了 哪隻才是最好的呢 就是十隻 他們說他們都是在做一樣的東西 那但是哪一隻最好的呢 那我們就要選擇 那我通常怎麼選擇呢 看看那個發行商是不是出名的 看看成交量大不大 嘩 市場那麼多人買的 我買都沒那麼害怕 市值大不大 就是它其實是資產大不大 它資產多的話 我又沒那麼害怕 那還有一個開支比率 就是我剛才說到 他們營運這個基金的費用 就是他們的成本 就是他們請那個基金經理回來買出 或者他們都要落盤 這些都有牽涉成本的 那他們一定要公佈他們的成本 那我當然是選擇一個成本最低的去買 那另外也有做差價 差價 港股買呢 差價可能很大 就算我買二百零零三十元 它跳一格都五仙的 美股沒有這個問題 美股一仙一仙跳的 那最後看來流動性 和它隱憾流動性 什麼是隱憾流動性呢 就是 假設我很開心 我突然看好 一個可能 非洲一個北非的經濟 這樣 說我很開心 沒有東西追蹤到這個指數 但是有一隻ETF 聲稱它可以追蹤這個 北非的經濟 那怎麼辦呢 但是它買什麼股票呢 我們不知道 它可能 根本買一些 在當地的交易所 即非洲的交易所上面 成交很疏落的股票 就算 即是基金想停倉或加倉 它都很容易移動到價 即它們都沒有那麼方便 那這些情況下 就會 比較危險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說到 很透明的 每一個發行商都會公佈 在他們的網站上 公佈那隻ETF的特點 主要特徵 它有基金文件 那這裡會有那些股票代號 也會有它的開支 即是假設一隻基金的開支 一年開支是1%的話 那我可以期待 就算這一年來 股市還能也好 我到一年來 我只剩下99%的錢 因為1%給它們做開支 所以選擇越低越好 那它有過往歷史的表現 如果你按進去這些基金文件裡面 它甚至會告訴你 例如這隻最大的 追蹤標普500的ETF 它會告訴你 直至當日它有3.8%的資金 是買了到蘋果公司 它會告訴你 我整理了的上季的資料 那就是大型的發行商 最主要都是這幾間發行商 在做一些美股的ETF 那剛才說到 不知道怎樣選擇 現在就看哪間大 那這個表就是 我排了它們的 AUM 即是基金 旗下管理基金的市場 排序 那這個就 這個就 這個就沒有什麼用 很 brief 給大家看看 就 美國我排了最大型的ETF 是哪幾隻排出來的 那你看到最大的那幾隻 其實 百萬千萬億 十億八億千億 二千六百億的它的市值 二千六百億美金 那在美國來說 其實這個ETF 是一個很流行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有很多基金經理那些 他們有一些資金回來 即是 不是說家裡所買的基金 即是可能真的是 普通基金經理 他可能有些客人說 買他的基金 那些錢給了他 他不知道做什麼好的時候 他也是先買了ETF 因為他不用分 即是他可能 他旗下有100種資產 人家給了100萬 他沒有理由 跟他分散 慢慢買 那這些情況 那些基金經理 都會拿來買 照買這個ETF 免得有些貨幣 在手席 那麼 最後都 輕輕大一大都有一些風險 那麼當然就是市場風險 股票價格會升會跌 也都有日價的風險 就是可能 那隻ETF本身的資產 有些人說 有追蹤指數 可能是在28000點 但是他的資產 其實只有27000點 那這些就很危險 他看清楚 那也有外匯風險 始終用美金賣的 還有有流通量的風險 就是我想賣 可能會有足夠的價錢 就是市場交投不多 那如果你經過我們買賣 ETF 這個就是我們的平台 如果有些是輝立客戶 可能已經見過 那手機落盤 或者網頁落盤 都有的 那最後 剛才買賣了美股 真的 這些網站 很基本的網站 我剛才大部分資料 都是在這幾個網站找出來的 Google有什麼好處呢? Google看到即時報價 美股 ETF.com 它詳細羅列了 美國上市的這麼多隻ETF 我可以在上面慢慢選擇 AAZot 就是一個 大家香港人熟悉一些的 報價網站 都是有美股報價 亦都有少許中文的描述 中文的描述 關於那隻美股 美股的ETF 那今天到這裡先看